最近在网上我发现很多商家在卖那种批发清仓的特价玩具 并且老板极力推荐五金装混合男女款 只要59块9毛钱 看着确实挺便宜的样子 那这期视频大型就先替你们踩踩雷 来兄弟们到货了 我花了120块钱买来的10斤男款的 来吧话不多说直接开箱 有点乱我稍微理一下 兄弟们我真的是花了120 但我没想到其实没多少 那他这里是说五斤大概就是9到16款 然后10斤的话应该就是18到32款对吧 算上这种小的我只有18款 正好很多年没玩过玩具了 今天我们一次玩过瘾 首先先看看这玩意儿 这个应该不叫玩具了 这就是哄那种在摇床上面睡觉的那种 很小很小的那种婴儿的一个摇铃 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臭重的 因为太小了 这个算两块钱应该不过分吧兄弟们 我感觉今天应该是血亏的 这里还有四个奥特曼 我看我还认不认识 这个不是奥特之父就是泰罗 这个应该是泰家 泰罗的儿子 我还是看过的 这个我忘记了 它应该是三个字的 忘记它什么名字了 这俩长得一样应该是兄弟 它是这种的 中间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手臂的话只能这种前后移 暂时站得住 就是感觉站起来没有那种奥特曼的气势 就跟那个火太人一样 你看这个还站不住 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车 这个车我感觉还可以 它这个轮子有那种阻尼感 我这样转的时候 它轮子会上下动 我以前玩的那种小汽车它是那种上发条的 这个玩具我觉得应该值个十块钱 兄弟们 中国评价做工一般般 但是我觉得玩应该是还是比较好玩的 来这里还有一个小车 它这个就不是那种的 你看这个可能就比它差一点 如果那个十块钱 那这个就是五块 如果那个五块的话 这个可能就两块钱左右 我感觉这个玩具还不是老款的 你看这个是之前火的羊了个羊 对吧 它说这个是仓库放了很久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 最少应该是一年之内的 对吧 来这里还有一个这什么玩意儿 我感觉这玩意儿是压秤的 这个超级重 你别看它只有一块 就半斤兄弟们 这个是个抑制玩具 就是这个东西拿下来可以带上去 它是不会掉下来的 这后面是那种磁力的 可以吸住 鞋子穿上 手套 衣服这样穿上 特别小的一个那种抑制玩具 但是这玩意儿占了我半斤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划算 好 还有一个这玩意儿 一个小牛 应该是那种垂机的那种琴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应该是少了一截对吧 找不见了 我不知道在哪 这有两个 我感觉这个玩意儿也挺重的 这个也是铁的 我去一个又是半斤 你看 就这两个 一斤多兄弟们 怪不得十斤就这样来的 来还有这玩意儿 一个拍拍手 这也算一个 同样是逗小孩的 你看 来下一个 这个是水晶泥 不过这玩意儿也拿得重 这又是半斤多 你看 其实我个人建议 大家还是别买这玩意儿 因为这个东西 它其实有很多是劣质的 有些年纪比较小的 它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当临时吃掉 你知道吧 这个就很危险 而且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会伤皮肤的 它多揉几下 感觉有点臭 建议小孩子还是别玩这个 来玩具枪 我以前小时候说实话 买了很多那种玩具枪了 不过这个应该是发生不了的 底下没有弹夹 扳机也扣不动 这个地方还是烂的 其实就是一个模型 我去 别说 还可以 声音挺大的 当然别当真 音效 好 下一个 这个是火箭弹车 看到没 这个没有那种发条 但是这个炮是可以转的 你看 这里有个扳机 应该是可以发射的 好 真可以发射 这个还行 有乐趣 好 接着就是大货了 挖掘机 兄弟们 这个我一眼就相中了 男人至此都是少年 从小到大 我就对这种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 这个东西 它也没有阻尼感 不像这个 这个声音都不一样 挖壁是可以动的 底下是空心的 就手动的 没事 到时候给亲戚家朋友玩 下个大货 这个叫做 自去下弹小萌鸭 电动益智系列 我去终于见到一个电动的了 我当时还看到 它里面有什么遥控船 遥控飞机 我一个都没见过 这个是一只听歌的鸭子 有三个弹 一个这么小的玩意儿 你得用三个电池 早了半天 出其他三个 把鼠标里面的电池全拔出来了 就不知道有没有电了 很遗憾兄弟们 没有电 弹的话是从这屁股后面下出来的 你看 如果通常电的话 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那种音乐类玩具 好 下一个 这个叫做Q萌工程车 我去这个玩具挺豪华 一组里面有四辆车 一个加油站 两个雪糕桶 三个这样的名牌 加上一个小人 并且每一个车 你看 里面有发条 吹起来还挺爽的 每一个车功能都不一样 这个是产车 这个挂钩 这个是水泥吊拌车 你看 这个是装货的 细节还行 这个加油枪可以拿下来 车还行 应该15块钱到20块钱 我觉得应该是值的 下一个 这个是保龄球套装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 走你 还是得有点技巧 这个可以 正好两个球 我个人觉得算是一个亲子玩具 我玩的比较菜 因为我从来没去过保龄球馆 只是看别人玩过 下一个 一个这种火箭拼图 这个是全新未拆封的 里面总共500片 拼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造型的话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要不我就不拆了 到时候直接就送给粉丝 最后一个 这个是一个指挥部 你看 感觉跟这个工程车 应该是差不多的 而且这个地方有标价 写的是25块 里面一个指挥部 三辆车 一个小人 后面还有树 这个个人觉得 当一个那种小摆件 还是不错的 那这个的话我也不拆了 直接原封包装送给你们 那最后稍微总结一下 反正120块钱就买了这一堆玩具 其实就这几样 算是可以的 底下那些都凑数的 一个就是半年重 唯独只有这个拼图 不是全新未拆封的 因为我很久都没有买过玩具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玩具 到底值还是不值 当然我觉得屏幕面前的 一定是有学生 或者有那种宝爸宝妈啊 你们应该知道 这个玩具是便宜还是贵 反正我肉眼看上去呢 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很亏啊 这里还有一个储存罐啊 到时候直接也是打包送你们 最后希望各位帮忙 点个关注点个赞支持一波 这一堆玩具 到时候咱们直接评论去抽你们啊 反正我留的也没有啊 目前我还没小孩 当然可以挑两个 给剪辑师小孩用